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专员格兰迪星期二宣布 他计划下周访问叙利亚和叙利亚政府讨论 如何对耶尔木克难民营恢复运送救援物资 联合国对难民营的人道救援在大马士革爆发冲突之后暂时停止 星期二是暂停运输救援物资的第十一天 格兰迪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命书长纳比勒阿拉比 在开罗见面之后告诉路透社 局势变得非常严重 下个星期我将亲自到叙利亚和叙利亚政府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也相信救援物资必须恢复运送 因为目前的局势实在非常危急 联合国人员在地面所运送的包裹 可以让一个有八口人的家庭维持十天 由于最后一次运送救援物资是在上个月底 当时运送的包裹很可能已经涌进 格兰迪说会谈对于确保救援人员 能够安全执行任务是必要的 交战各方如果不同意 像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这样的人道救援机构 就无法进入冲突地区 因此必须停止暴力和战斗 如果当地遭受炮弹射击 不管是对接受援助者还是救援人员来说都很危险 我们一直和相关的决策者 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和地面工作人员讨论这个问题 当地爆发的冲突通常非常激烈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从1月中旬以来 已经对伊尔木克难民营运送了6000个食品包裹 远低于连约来饱受饥饿的18000名居民所需 对叙利亚的人道救援努力 由于交战双方而受到阻碍 任何一方都设法阻碍向敌对地区的物资运送 营养不良导致死亡和生病的人数不断上升 根据总部设在英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 三年来叙利亚的冲突已经导致超过14万人死亡 其中7000多人是孩童 冲突也导致临近地区的不稳定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 是联合国负责近东地区救济巴勒斯坦难民事务的机构 耶尔木克难民营在1950年代后期 成立于大马士革的郊区 以上是非裔欧卫视的电视报道 是非裔欧卫视的电视报道